最近的大风让很多人刚刚出门就毁了形象 还有一事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挺尴尬的 近日 王先生在首都机场准备登机时 一致大风把他刚从口袋掏出的机票刮飞了 他随后狂追500米将机票追回 王先生表示 当时追票的速度可能破了自己的百米纪录 原来速度都是被逼出来的